然后接下来呢 我把要修改的地方改掉 请问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要修改 我第一次是不是做新北市 我第二次要做台北市 第三次我要做 反正都不是固定 都是这个值就对了 好然后接下来 这边不用改 这个名称是不是要改 这个名称是不是要改 这个内容是不是要改 OK我们就把一 这个一二三四 做一下修改 好首先这个要改成什么 好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改成 工作表叫做什么 工作表叫sheets 刮糊 他工作表名称叫list 您稍微注意一下 工作表的名称如果您取名是小写的list 你就全部都打小写 可是我习惯 只要是第一个字母 好我都会用大写list 工作表里面的什么 储存格 储存格 哪一个呢 是不是一十二 所以十二 然后一 里面的值 好这个我们就改好了 因为现在我们做一十二 等一下我要做一十三 一十四 一十五 所以这个十二是要把它改成变数 因为以前我教你们说写什么一十二 那个一你要想成是自串 后来我想一想 我觉得还是用这种方式教 你会 你会觉得学习起来比较愉快 可是你要多知道 哦原来这就是储存格的表示吧 好接下来这个是不是要换掉 作用中工作表的名字 如果是正确的话 它在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 第一个字是大写 这个第一个字 这个sheet是工作表 第一个字母是大写 name的第一个字母 n是大写 好然后这个是不是要换成什么 作用中工作表的名字 要换成什么 要换成这一个 所以直接选到它 复制然后把这个内容贴上 好我们来重新做一次好不好 因为接下来那个复回圈 我觉得就很简单了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首先游标我落在这边 把新北市先删除掉嘛 好现在游标一定要落在第二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执行 我们来看看 这边新北市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然后 toto这边是不是也取消了筛选 好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游标一定要落在这地方 但是为了怕你们下一次在做的时候 你会忘记游标要落在b2 所以我等一下我也必须要提醒你们 就是把这个写 写在程式码里面 以防万一 好那我们可能就要请你暂时 先做到这个地方 你不用打注解没有关系 但是你至少修改程式码 然后让它可以跑一遍 至少跑出一个新北市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注解以及城市码的修改 我们下车的修改